教育之米 李師傅 各位新年好 剛才各位看過小念頭是永俊的基本入門權術 現在這一套小念頭 剛才是從開始要訂立一個念頭 但現在這一帝到的權術叫沉橋 什麼叫沉橋呢 是一個橋樑 橋樑就是你和對方接觸 沉橋的意思就是尋找一條快速取勝的路線 剛才你打小念頭的時候 動作已經分開了 現在沉橋是將小念頭的動作組合起來 小念頭他所做出來的就是 是照應打定馬沉橋 已經你的敵人是會動動的 所以沉橋已經是追形的了 所以是追形打活馬的了 沉橋是比較快速去攻擊的動作來的 燒打同時的 沒有分開擋一個時間打一個時間的 那些低網手是駐民地的中下路 好 以下來的環境交換給黃浩夫師傅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